我可以向他們下跪 我求求他們人家 絕對不會這樣 我絕對不是故意的 雙手不斷跪拜 他是林旺仁 2004年在基隆 涉嫌放火燒死5人 被判處死刑 但經過憲法法庭宣布 患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 在修法前不得執行死刑 國務黨團要求 未來在司法院 要有嚴格科學鑑定 不能讓重大刑犯 以精神疾病為由免判死刑 不過立法院預算中心指出 司法精神醫學專科醫師的人數 有減少趨勢 如果大法官這樣子說明 但是卻又沒有考慮到 現實的一個層面 以及相關配套做事 沒有做好的話 難免也會讓外界有所疑慮 司法精神醫學專科醫師的 真審作業 109年有62名 110年及111年 各為22及12名 但到了112年 已降到7名 明顯減少 培訓出來的醫生 要大量增加 因為這會層出不窮 所以政府一定要有好的配套 超前來部署 不然到時候會失控 近年來在偵查階段 送請司法精神鑑定案件數 109年到111年 介於20到26之間 112年增加到39件 為近年最高 但我國具備精神鑑定 執行能力的醫療機構 雖然達到80家 但有司法精神醫學專科醫師 真審合格者只有45家 很難完全因應實務所需 加上也有醫師認為 精神科醫師不應該執行 受刑能力的鑑定 因為恐怕有違反醫學倫理的疑慮 當醫師判斷這個人有能力接受死刑 那後面他就會去執行 醫師涉入這個執行 死刑事件案結果出爐 但相關單位要如何因應 還有很多的討論空間 東三新聞 廉志豪 葉廷在台北長島